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10月18号凌晨的桑普论证 又是我桑普和大家做节目 今天继续讲美国大选 欢迎大家收睇桑普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广告看完影片 以及用super thanks function赞助支持本人的多谢各位 我们今天继续讲什么呢 当然是美国大选有两个新的进展 就是一人一个想电视做这个show 我先讲卡马拉再讲Trump Trump 卡马拉他想10月16号第一次正式接受Fox News的专访 因为直接深入这个敌阵 以为这样是OK 他访问他一个叫Brad Buyer 亦都很出名的Fox News的主播 当然他这样做法 当然Fox News的主播绝对不会放下他 整个过程大概半个小时 当然这个就不像ABC News全部剪接不会 就是直接直接球对决 台湾叫直接球对决 即直接抽击 这种做法卡马拉要承受很大压力 他是不是招架得住呢 我认为是disastrous 是灾难性的 第一不是直接回答问题 人问你的东西你没有回答人 而不是有技巧地回避别人 不是英式幽默 也不是Trump式的蛇形的回答 他直接是完全不回答问题 而且直接问你们 会不会对受害人要apology 他竟然说I'm sorry sincerely OK It's awful 即是说这些说法 但你问你yes or no 你会不会说apology 英文说I'm sorry 不是代表道歉 是觉得遗憾的意思 人家问你是不是apologize 人家是不是give an apology 对哪些人呢 对于因为开放边境 而那些罪犯入到来 强奸杀害枝解的很多少女的家属 你没有给他们apology 没有 我听完之后没有 我会觉得家属会很生气 你为什么会这样说话呢 是不是 说话有时候说方话 Lying Carmela 你看特朗普最近上了一些短片 你就知道 将之前和之后说的做对照 就知道是说过stupid这个字 他不认 OK 等等之如此类的太多了 那你会发觉他根本上 回答不了真正的问题 那么距离美国大选正式截止的日期 因为已经开始很多提前投票的了 那真是正日是11月5号 那所以去到11月5号 真是大选结束之前 还剩下多少日时间呢 是不够三个礼拜 今天已经18号了 你自己可想而知 即是现在美东时间当17号 11月5号就截止了 即是换言之呢 还剩下多少日时间呢 数数日子 19日 即是在19日时间里面 是否真的能够 使得整个盘翻转呢 是我一个大的疑问 那这个举动呢 令人很多 使得更加很多 未决定投票给哪个选民 中间选民 甚至没有就是说 即是对政治冷感的选民 一听完之后呢 生气上来 真是投票特朗普都有可能的 所以我就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 亦都看到 他这个卡玛拉 被主持人 Brad Byer 问到 关于Joe Biden的 认知能力下降的质疑 mental illness 那人们问你 你回答呢 就不是正面的 你只是说呢 他依然是这样做很多事情 现在不是他问他 没有做事 我问他是不是mental illness 认知能力下降 你叛了他这么久 你不觉得是有问题吗 说真的你回答是 今天糟了 为什么你知道这么久 你现在知情不报 现在才说 你说不是 今天就奇怪了 如果不是 为什么你要那些什么 Nancy Pelosi 要逼拜登 退选让位 让你去代表民主党选举呢 而你不断说 I am not Joe Biden I am not a continuation of Biden presidency 我不是继续拜登的总统任期 当然啦 只是拜登才会继续拜登的总统任期 还有谁呢 加特都不会 继续拜登的总统任期 奥巴马都不会继续拜登的总统任期 没有人可以的 就算拜登的老婆Joe Biden 都不会继续拜登的总统任期 只有Joe Biden 才继续自己的总统任期 你讲这些废话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采取一些什么政策 会和他不一样 到今天 你都一个knucklehead 你今天都说不出 你和拜登有什么政策的分歧 别人问你 ABC The View的节目 观点节目问你 究竟你有什么 和拜登不一样 你说You are not Joe Biden You turn the page 问你有什么 和Joe Biden不一样 你竟然说 On top of my head no 那你到今天 你回答同样一个问题 Fox News这个主持 就是追求他 你要回答你 是否和Joe Biden有什么不一样 他竟然继续空窗上阵 毫无准备他有什么不一样 讲政策 讲不清楚些什么 如果这样说法 如何能够说服得到 你和Joe Biden是不一样 对不对 这个就是问题 换言之 三年半以来 超过三年半至四年以来 所有Joe Biden的政治劣迹 你根本上卡马拉 要概括承受 绝对不能推毁责任 但竟然他继续回避 这个对于Joe Biden 认知能力下降的质疑 并且不断屡次将焦点 转移到共和党的对手 特朗普的身上 即是不对 全世界全美国最坏的毒瘤 就是特朗普 这个是很荒谬的 荒谬绝伦的一件事 觉得美国所有的问题 都跟特朗普有关 It's really bad 大家知道 Fox News是中间偏右的 他不是右派的电视台 特朗普有时候写一些Tweets 或者他写一些Message 都表达出对于Fox News的闻不闻 Fox News很喜欢搞平衡报道 等于我找了一群右派的人上来之后 又要找回左派的人 一堆panel评论人 既要有建制派又有泛民 即是又要有左派又要有右派 基本上是搞这些貌似中临 所以我那些中间有时候偏少少右 这样的电视台 而且不是很可靠的 始终他的金主是很多的 华尔街集团不分定 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 大家知道 以前拜登 哈利斯 不喜欢Fox News 甚至都要抱持敌意 以前有些左交 留一些留言 在我的YouTube里面 又说Fox News 你Trump 你的桑普 都会引Fox News 作为新闻桑 有没有搞错 要引的话 引CNN BBC MSNBC ABC 美联社 发生社 路透社 任理人 对不对 不好意思 这些全部都是左媒 他们全部是帮民主党古语夫 很简单 我读一些例子 比如美联社 我用美联社做个例子 给大家举例 你就知道究竟他是什么的环境 我随便收走一个字 叫Donald Trump 看看他Donald Trump下面有什么新闻 我读一些headings 给大家知道 这些左媒怎么运作 比如说 McConnell 就是前参议院的 多数党的代表 就是McConnell 就是麦康奈尔 McConnell called Trump stupid and despicable in private after the 2020 election a new book says 就是说 一本新书就说 麦康奈尔说 Trump是愚蠢的 就是私底下这么说 而就是 刚刚在2020年选举之后 这么说 摆明就是那些秘密 a new book says 你有没有独立查证 没有 OK 这个就是个标题 第二个标题 Trump is consistently inconsistent on abortion and reproductive rights 川普是一贯地对于堕胎和生产的权利是不一致的 一贯地不一致 那是不是就是这样呢 我会分析给大家听 第三条 Panel looking into Trump assassination attempt says secret service needs fundamental reform 一个Panel就是探讨Trump被人行食的问题 就是说特勤局需要根本的改革 这个比较不是反Trump OK 算了 第四 Harris keeps a focus on the blue wall states in the campaign's final weeks 全部没有说Trump 怎么去做 他只是说 哈利斯 即是卡马拉 就会将在竞选的最后几个礼拜 将整个选战的重点 放在blue wall states 就是賓夕凡尼亚州 麦歇根州 和威斯康辛州 其实他就希望全拿三州 只要民主党 就是站在他们的立场来说 全面拿了blue wall states Summer states Pansylvania Michigan 和威斯康辛州 他们就会赢了 因为 就算其他四个搖擺州 Nevada Arizona Georgia 和North Carolina 全部都是共和党拿了 都没用 都不够270票 即共和党会输 民主党会赢 特朗普会输 Harris会赢 所以这个要小心 他们就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打 主要都是攻这个blue wall states 就是威斯康辛州 Mitchigan 跟着Pansylvania 但你想想这个就是 他喜欢的人是如何捧他们 当他们觉得是不好的 就是如何去踩他们 OK 比如说他对于刚刚说的 这个Fox News的interview 他的标题是如何写呢 Harris interview with Fox News Bread by your guest combat combat 即是非常野火 当然就是这样 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 基本上他整个heading 是全部Harris在前面 The interview with Fox News Bread by your guest combative 这个地方就是 就是爽动一点的东西 最后内面的文字 都是非常 是pro-Paris的 OK 譬如说 Harris warns Trump is increasingly unstable and unhinged As Republicans join her campaign campaign in Pennsylvania 即是有些共和党的建制派 参与到哈里斯、賀錦麗 在宾夕凡尼亚州的造势大会 他在那个地方警告Trump 是越来越 就是说 基本上是不稳定 OK 而且是完全脱脱线的 脱脱了 这种做法 就是他 用这个方式来对Warns Trump Harris supporters are concerned about democracy and a close election in Pennsylvania 即是哈里斯的支持者 是非常关注民主 以及一个在賓夕凡尼亚州 一个非常忍受的选举 这个就是 现在在说的就是这个 是吗 他完全都是在说 Vice President Carmen Harris Works to energize black male work with voters 就是昨天我说的地方 就是男性黑人被他energize的一点 每一条都是帮哈里斯做宣传 每一条对Trump都是蛙苦 或者讽刺或者大肆评激 这些这样的做法是一个真正媒体应该做的事吗 而且你美联 美联也都是这样 发生也是这样 路透也是这样 全部用这个方式来做事 三大新闻社 根本这些东西 完全做了选举工具 根本不是报新闻 它完全有了这些左倾的倾向 而整个地方就是这么多的左媒 右派的媒体不断被人家边缘化 我发觉是相当悲哀的 那你看一看 刚刚讲回言归正传先 去到现在这个情况 卡马拉参与Fox News这个节目 半个小时我觉得是灾难的 第一不回答问题 第二有时候回答的东西前后有矛盾 第三个就是说 他会将责任射给Trump 其实每一次他回答不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射给Trump就是他唯一的策略 根据里森的研究数据 相当于CNN和MSNBC更多中间选民 是收睇Fox News的 这个是真的 更多undecided和independent voters 是收睇Fox News的 而卡马拉参与Harris 这个举动希望能够借此接触更多中间选民 传达他的政见 他说得很明 他在节目中也说得很明 我上这节目希望和你后面的观众 说一些他的政见 这是他初冲 但基本上他的政见有说得出来吗 没有 即是他要说的东西 基本上已经说过 没有新意说得出来 同时愿意接受Fox News专访 也有在于 塑造他勇于面对尖锐题目的形象 但不是勇于面对 是要你有能力面对 你招架不住 而主持多次Brad Byer 多次询问 卡马拉参与Harris 是否注意到 拜登政府的认知能力有所减退 卡马拉不断赞扬 拜登的领导力强调 我从桃圆形办公室到情细室 Situation room 都见证过 他拥有做出重大决策的判断力和经验 他拥有过 见证过 我问你近这一两年 不是说你开始就任的时候 所以我就说 这些事情就有很多问题 Bayer这个主持人继续追问 是否有人对这件事 表示过疑虑的时候 卡马拉就说 拜登并非候选人 他不是on the ballot Trump才是 然后转移之后 你再问拜登 拜登不是on the ballot 如果我要问的地方就是 现在美国总统是谁 拜登 为何我不能问这个问题 这几个月是危险的 如果他答到认知能力有问题 是有问题 你说他认知能力完全没有问题 今天都没有问题 今天就直接说没有问题 但你这样答法 我立即问你的问题 为什么他要退 你要上 why you not him 如果他认知能力是有问题的 why don't you let us know why couldn't you let us know earlier 两个都死的 他主持人有限时间都不批准他 放他一马 他依然就说 拜登并非候选人 Trump才是 这个就是他狡猾地 而且我都不是狡猾 是stupidly 去回避这个问题的方式 你根本上不是答问题 他随即转向批评Trump 说多位国家安全部门领袖 认为Trump不适合 不适合 和这个危险的 往往都是引重 多位国家安全部门领袖 其实要几 你把所有的国家安全领袖 安全部门领袖排出来 由Trump 时代到你的时代 排出来 大家投票 什么是多位 是不是多数过半 no 那你找两三位 就已经多位 超过一个就叫多位 那叫多位 就说他不适合 incompetent 和危险的 我觉得这些说法很好笑 相当不知所谓的一件事 OK 如果这样说法 我只是问一件事 美国国家安全 是2016年到20年好些 还是2021年到2024年好些 你也认识我 你不要问这些专家 然后很多记者就问 喂 那你Harris 就是说这么多一件事 那你在经济方面 真是比Trump弱 你看看 79%的选民 认为你经济方面搞不定 disapprove这件事 你有什么看法 是不是 有什么看法 他竟然的答案就是说 专家说我很好 专家说我正方怎样 是那些人不理解 就是大众不会给专家的意见来得准确 每个人要花更多钱买个鸡尾包 买更多钱买个意大利粉 买更多钱买更多钱买个意大利粉 买更多钱买购物 买更多钱买购物 这些不重要的 专家说你 他就行 专家说 ok 那我问你 那你是不是专家 继续投你哈里斯票 那些书民就是投Trump票 That's it 讲完了 是不是 即是 觉得是很羞辱一般的民众 而另一段访问里面 哈里斯 即卡玛拉 堅称他的总统任期 不会延续拜登的总统任期 Will not be a continuation of Biden's presidency 我刚刚说了 谁会继续拜登任 他不做就没有 即是这些是废话中的废话 现在问你他的政见 政刚有没有跟拜登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他之前 曾经在ABC The View的节目 和CBS的The 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的节目里面 都无法指出 他会改变拜登政府的任何政策 即是这些继续骗 继续骗 是不是 人家问你 究竟会不会继续 提供一些免费的变性手术 给那些所谓的监狱中的囚犯 你不答有与没有 你说I will follow the law 你这个好多人害怕 即是好像李家超经常说 我会依法办事 邓炳强也是说 和你依法办事 我问你 你会政府会继续提供金钱 纳税人的金钱支援 给一些选择 我要呢 例如假设 假设 假设 完全假设 我没有侮辱别人的意思 譬如说 周庭 坐女监 我好想日日 和他 两眼相见 看着笑脸 感觉像似首诗 好了 我举手 我相抱 我坐着男监 我要举手 我要变性 得一分钱都不用给 纳税人帮我给 变性 天天就在那里 当初相遇 时 延望再笑 看着笑脸 感觉像似首诗 每次见他 将心意合成自居 偷偷的 say hello 喂 行不行呢 喂 我就告诉大家 假设 如果你这样搞法 我问你 得与不行 比我来说 尝试告诉你 不行 你要变 你就自己变饱 他怎么拿纳税人的钱 帮你做 卡马拉帮你搞定 人家问你yes or no 你就I will follow the law 哇 真的觉得 垃圾都无论 这些左交的评论员 继续在评论垃圾 我之后每一句 你自己花时间 听一听他在这些节目 每一个节目他怎么做 你就要知道很荒谬 刚刚在call back 刚刚说的 问他会否追求拜登 卡马拉怎么说呢 他说我的总统任期 不会延续拜登的总统任期 好像每一位新总统上任一样 我会运用我的生命经验 专业经验 创新想法 我代表新一代的领导力 我代表新一代的领导力 你怎么代表 你现在要代表 你代表美国传闻 你不是代表新一代的领导力 他还提出自己 并非长期的 华盛顿特区工作 并表示他会广纳各方意见 包括支持共和党人士 和商业部门等等 拜尔主持人问到卡马拉的竞算口号 是新的前进方式 是时候翻开新的一页 其实这些很可怕的 如果你了解社会主义 了解共产主义 了解这些进步派 如果他们认为 是如何想办法 他们说的新的前进方式 是时候翻开新的页 turn the page turn the page 或者new way forward 其实是progressive的意思 就是搞极左派的东西 就是说今天卡马拉当选 他会比拜登走得更左的 就是刚刚说的例子就是一种 我昨天说过一些对于黑性 就是男性黑人的一种所谓的 帮助他们去从事 合法化后的这个娱乐用带马的反手 是不是 又例如你给100万他20万不用还 这些东西是荒谬绝伦的 他已经担任三年半的副总统 究竟要翻开哪一页呢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他问他 turn the page 应该说 一个要挑战你的人 现在不是做当政的人 挑战一个当政的人 就是turn the page change 你今天 你卡马拉 就turn the page 你turn什么 page 卡马拉就说 将话题转向Trump 批评Trump的言论分裂美国 强调美国总统的真正力度 是团结人民 不是打压对方 那主持人继续一步追问 在拜登卡马拉政权执政三年半之后 为什么有79%的人认为 国家政潮错误的方向发展 而卡马拉再次将话题转向Trump 即基本上你不是回答问题 是不断羞辱你的对手 而这些羞辱你的对手完全是 卸责 你根本羞辱不到你卸责 所有答不到卸给他 垃圾全部是Trump 这种做法很荒谬 OK Trump的竞选团队发言人 Caroline Leavitt 提出声明 批评卡马拉在拜尔的专访中 表现得一塌糊涂 乱七八糟 说他对任何一个问题 都无法给出正确的答案 直接的答案 因为他根本没有答案 认为这个突显了 卡马拉无法升任 总统日直 我觉得这个是正确的一个批评 而大家看到 就是 当然了 很多人帮他打强心针 譬如 100岁高年 或者第39任总统 失败的美国总统 卡特 Jimmy Carter 我恨到他爆炸 因为他是和中华民国断交的人 台湾之所以 和美国断交 就是卡特 OK 之后台湾关系法 都是 国会很多的共和党的议员 死呆呆呆 帮他侵班 就是把他拉回头 台湾之所以有受保障 是美国有专法的台湾关系法去保障 而不是Jimmy Carter的功劳 OK Jimmy Carter是一个对台湾 对我们非常差的人 对共产党非常好的人 这个今天还会失败的总统 他任内很多人是引人笑的 所以特朗普每次笑 就是Jimmy Carter 会觉得是一个非常智慧 比特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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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非常不同的方式 这个Jimmy Carter 比特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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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币 比特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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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币 在2024年的总统大选中 经济议题 比特币 比特币 在经济议题上的支持到 领先副总统 Tamala Harris 9个百分点 这个是我觉得 问得是好 答得也好 另外一位 我也很有印象 就是说他一位单亲妈妈 他就是 很穷 因为他最近 也弄到一条颗 所以他也没有钱 去买日用品给那些小孩 他抽着两个子 他在市民大会中说 分享到他的儿童税收底面额 Child Tax Credit 就是基本上 如果你单亲妈妈 大而儿童 你会有 你打工赚到钱 你会有个Child Tax Credit 就是一个免税额 在过去三年半以来 减少了80%的困境 三年半里面 基本上拜登卡马拉执政 当时他整个 Child Tax Credit 高不成低不就 刚刚级是中间 要更多的 但是如果他要低好低身 那才要更多的Child Tax Credit 而他也刚刚没有去到那条线下面 变成他刚刚没有Child Tax Credit 过去三年半大减80% 他根本无办法欲哭无泪 他申请几多assistance 其他宝座也被拒绝 他问特朗普如何协助单亲家庭的妈妈或者爸爸 负担养育子女的成本 特朗普听完之后 很清晰很快地回答 回应他过去曾经实施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措施 并承诺将会重新调整有关政策 他还将我记得Ivanka说出来的要Double Tax Credit 提供他爸爸这样做 他说特朗普这次承诺将会重新调整相关政策 确保公平 让政策能够照顾到所有家庭的需求 另一位来自加州的女性观众Palmela 就是就堕胎abortion的问题 直接询问特朗普的立场 他认为女性有权利决定自己自身身体的自主权 包括对未出生胎儿的处置 政府不应干舍 这个就是所谓堕胎权 Rovivate 或者说Pro Choice 女性有权自己处理 拖儿 但是拖儿是不是生命呢 如果有宗教背景的人一定会觉得拖儿的生命 哪个时间才是不准堕胎呢 是有争议的 这个有人类 我想就算我们世世代代都会有争议 比如死刑 堕胎 安乐死 或者是你刚刚说的死刑 安乐死 堕胎 或者叫做同婚等等 这些我们永恒会有争论的题目来的 我觉得我欢迎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很基本的 右派基本立场 我是反对堕胎放题 要设有一定的限制 我不是反对任何情况的堕胎 我就是说有些情况的堕胎是一定要被禁止的 另外就是比如说死刑 极端情况下的死刑要保留的 就是你们不可以说完全废死是不通的 比如说是说同婚 我基本上觉得应该有一个 民事合约关系 而不是婚姻的 OK 我反对 我应该说不支持同婚 我支持同性之间成立另一种民事的契约关系 婚姻始终是有重大的社会伦理意义的 你不是一种契约那么简单的 安乐死 哇 这个简单问题 所以我一个 二个 我现在先不表达 我只是说这些东西就是变起非常大的争议 而这个问题里面 大家知道特朗普的意思是什么呢 有五个重要的东西要跟大家说 第一就是2022年的时候 联邦组保法已经推翻了原先在火红年代 所通过的Role v Wade 就是罗素韦德案 罗素韦德案就承认在全国范围内 女性是有堕胎权 女性是有堕胎权 堕胎变成权 杀人变成权 堕胎权 这个所谓堕胎权全国的承认就是每个人不同 2022年是推翻了这个堕胎权案件 将权力交给每一个州的国会去决定 每一个州的立法去决定 美国是一个联邦国家 Montana North Dakota他们说不可以堕胎 有些阿拉巴马更加不可以堕胎 但有些地方譬如说 California New York New Jersey Maryland 他们可以很松 各个地方处理自己的地方 很fair 这个我觉得特朗普会尊重地方每一个州 他们其实是一个sovereign 是一个基本上准主权国家 他们基本上可以有权处理自己决定 第二件事就是说 你出生之后可能要画一条线 比如六个星期八个星期 即不是出生 你受精之后六个星期八个星期有一条线 这条线是怎样画 尊重那州的决定 但是特朗普会承认在这条线以下的情况 应该是被妇女可以有选择 这个就是不要的权利 当你过了八个星期 或者whatever 六啊八啊十啊有一条线 每个州都决定一条线 线以上的就是堕胎了 那堕胎的情况下 有三种情况有例外 你都过了一条线都可以堕的 哪三种呢 第一就是强奸 RAID 现在那些阻交叫性侵 RAID OK 性侵是包括很多东西的 强奸 OK RAID 第二样东西就是什么 乱伦 incest 第三样东西就是说 那个母亲如果不落了个子女的话 他会死 他有生命危险 这三种情况下 可以被你堕胎 OK 就是你过了那条线 就已经拖胎慢慢大了 你都可以堕胎 这个是特朗普的想法 你问一些反堕胎的保守派的右派团体 他们很多都对特朗普未必满意的 但是特朗普这个叫中间路线 中间路线就希望争取到更多女性的支持 那你想想这个就是他很清晰的东西 美联写的报道就说 Trump consistently being inconsistent on abortion position 这个是错的 这个一直都是这么说 第一 每一个州决定回刚刚基本的东西 但是特朗普的意思就是他认为 这三个应该是例外 但是你问特朗普究竟这三种情况 是谁决定不是特朗普决定 作为联邦的就是美国的 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呢 他不会决定这些东西的 这是每个州决定的东西 你问我都没用 联邦不会立一个法去反堕胎 或者支持堕胎权的 No 这个联邦最高法院已经通过了这个判决 推翻罗素韦德案 取消堕胎权 交由各州的立法机关 就是国会决定 是不是有堕胎 才要怎么说 但是你问特朗普 他会有这样的想法 他已经答多了给你的了 意思就是说特朗普 不会在这个地方 行锡他总统权力 去决定堕胎有没有权的问题 交回各州公民投票 或者交回各州的国会 民选的议席去决定这个问题 你要保守派的州 去守一个自由派的一种纲领 你要自由派的州 守一个保守派的纲领都不对 对吗 而且国会决定 我也说过 留有修改的 九错 九正错五的可能性 更加好 OK 总之这些就是民主党 左派一直打的问题 但似乎打不到特朗普的核心 只要你稍微关心 了解一下这件案子的话 你要知道 特朗普已经摆到非常中度 而且你问我呢 我会觉得特朗普的说法 可能比一般我说的 右派的想法更加前卫 更加自由派更加左派 你问我 我觉得是这样的情况 而你们左派都已经不收货了 那可以怎样说呢 特朗普已经让多一步给你了 即他的想法已经告诉你了 而且他说明他不会行锡 他使用他总党权力做这件事 这个交给各州决定 很清楚嘛 你问我 你问特朗普 一定告诉你 性侵乱论 母亲性侵生命受威协 三宗例外 这个就是他的答案 你这样还说他inconsistent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民调显示 墮胎民主教育医疗保健 是这个民主党选民最关心的议题 而特朗普在移民和外交事务方面 领先卡玛拉 而卡玛拉就是民主党选民最关心的医疗保健 墮胎和气候变迁都是议题领先的 其实这些问题 我会觉得 墮胎 气候变迁 医疗保健 这些东西 其实 全部唐医毒药 左派包装的这些东西 全部包含很大的问题 医疗保健 他这样搞快去wipe out 私人保险 而这样的情况 等于全国 一个保险公司就是国家 这个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阴影 墮胎要全国给大家墮胎权 而这件事的话 我会说是推翻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 那你要怎样去做呢 你一定要立法才行 那请问民主党有没有机会 既掌握总统 又掌握参众两院 我觉得很难 你要三年不灌 你才可以做得到 或者你起码掌握参众两院的多数议 我觉得做不到 第三个就是气候变迁 这个根本就是 用环保主义做斗争工具 我会觉得这些东西 是很多人 我不可以说stupid 就是really ignorant about Democrats 所以导致这样的结果 而这一次特朗普专门为女性举办的市民大会 针对父女选民最关切的议题 做出回应 是完全成功指现到 他争取女性选票的决心和能力 这件事我觉得很刮目相看 而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 他争取女性的选票 他说过一些事情 又被阻加媒体在那里挖苦 这个我要稍微说一下 就是所谓的体外人工受精之父 什么意思呢 IVF invital fertilization invital是拉丁文 就是玻璃里面的 原文是invital 在玻璃透明的空间里面 的fertilization 什么意思呢 使管婴儿 就是在男性拿出精子 女性拿出卵子 在体外一个特定的设定的环境下 精卵结合 之后呢 在使管里培养胚 我记得大概两至六日 培养完胚胎之后呢 再用一个很小心的方法 直入女性的子宫里面 通常因为这样 而能够真是怀胎成功 生产到一个baby 肌率大概三成左右 你看看医学的数据 我没知大概这样 其实这个很辛苦的过程 有些呢 有些呢 我听过这些夫妇做了整八次 甚至要好几次成功 而每一次很辛苦的 即女性要捱这些情况 也都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这种叫使管婴儿 因为有一段时间 你的embryo 你的胚胎 其实在使管里面生存 问题就是说呢 有些很多的讨论 在使管里面 那些算不算胎呢 算不算生命呢 如果在那个地方 被人丢弃的时候 是不是杀生呢 是不是要杀人一样呢 比如阿拉巴马 阿拉巴马州 最高法院 州的最高法院 他认为这个是杀生的 那些左家媒体就说 你不解决这些问题 各位 不要被那些左家媒体误导 刚刚说的堕胎 堕胎是减 堕胎是杀生 毫无疑问的 你不可以否认为 堕胎是abortion 是减 IVF in vitro fertilization 是加 原本没有生命 希望加 你现在讨论 讨论减还是讨论加 是两个不同方向的问题 怎可以混为一谈呢 特朗普说自己是IVF的父 因为他有孩子 是透过IVF的方法出生 那请问这件事有什么问题呢 有什么伦理问题呢 IVF fertilization 是没有伦理问题的 你增加计起的生命 你不是残害已有的生命 明白吗 即是有什么问题呢 增加计起的生命 而你左交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阿拉巴马州有个最高法院的判决 你如果把这个embryo 在士官营丢掉的话 是杀死人的了 特朗普你告诉我 他做得对不对 你不要回避 你要回答 你已经在前往的问题了 现在问题就是IVF之父 没有说过 你掉了个士官营业 如果你掉了个士官营业的话 承受什么责任 你不是基本上的折外生枝 故意用这个地方 来put一个问题 back to Trump 而这些问题 是永恒的人类问题 就是刚刚跟你说的 什么死刑啊 那些东西完全是永恒的 你问我会有没有我的看法 我有我的看法 但我尊重很多人不同的看法 因为这些是极度有争议的 你问我 精论结合可能在圣经里面 是已经是生命的开始 阿拉伯马州的判决是极度维护 福音派 或者是一些基本教义派 或者叫做基督宗教的基本精神 但是你执行上面 会有很多的宅爱难行之处 那怎样能够使得整件事呢 是有保障呢 会有很多折衷之道 就算阿拉伯马州的立法的机关 他们的州议会 也会采取一些地方 有些地方是 Immunity 就是说免责去定 这些就是人类 面对一个这样的世界 面对不同的议题 很细致地做出有关的定义 就是要堕胎 当时我的看法 你受精卵受精之后 一定时间内 你拿走它 不算犯法的 我说过了 譬如说你六个礼拜 四个礼拜 因为你都未具有生命 基本上人类生命的特征 OK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灵魂在哪个时候有 或者人性在哪个时候有 精卵结合可以有 哪个时候有 其实不知道 所以这个地方 无论是堕胎 在IVF都碰到同样的问题 就是真正有灵性的生命 真正要受保护的人的生命 在哪个时候开始的问题 这个地方是永恒的争议 OK 就算你信什么宗教都好 都没有一本圣经 告诉你生命在哪个时候开始 它说精卵结合开始 但是这样会衍生很多的问题 OK 即你会发觉 有很多的问题会出现 我想这些情况的话 一定要画一条线 人类要做个规计 就好像你超速一百一十 那为什么一百一十比较危险 一百零九那么危险 说真的 这些东西没有绝对答案 只有规则在那里 规则要怎么定呢 就是每个州自己决定 这个我觉得OK 但竟然左派的媒体不断地说 你这帮人很离谱 之类之类的东西 然后吹嘘那些女性 不断地去踐踏特朗普 我觉得这些我认为 我是很不齿这些行径 那么另一方面呢 女性呢 也都是呢 就是 变成了一个大家 尤其是卡玛拉 争取的对象 而现在Trump 你看到Focus 这个节目 争取这帮女性的支持 那么 上一排 前几天呢 卡玛拉才争取一些 这个 黑 就是 男性黑人的支持 就是 black man的支持 现在完全flip the other way around 争取一些 男领的 blue collar的 就是一些 工人阶级的 白性 白人 女性 女白人的支持 挺有趣 就是将所有的东西 将gender 和sex 当作一种 gender 就是性别 以及race 种族 当作标签 成为一个要争取的对象 我昨天都说到 这个很可怕的一件事 不断吹嘘这件事 大家也看到 我们要在短兵相接期间 不要忘记有一群 那群族群 男领 白人 女性 就是整个左派媒体定调的地方 根据CNN的报道 Trump 2016-2020年的总统大选 也难以争取其他女性群体的支持 但春后民意调查和其他分析显示 他在这两场选举当中 都拿到大量未受教育 大学教育的白人女性的票 而这些票 基本上 现在哈利斯 或者卡马拉就要抢了 CNN外 南领白人女性 已经成为Trump 第三道问顶白宫的重要 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 民意调查显示 部分原因是 南领的白人女性 被逼在不恕Trump 和不满拜登施政 特别通货膨胀和边境问题之间 做出痛苦的抉择 另外 因为卡马拉胜选 即他要win 必须要争取三大前蓝营的铁票州 就是Blue Wall 即这些摇摆州 包括Majigan Pensilvani 和Wisconsin 而南领白人女性的选民 数量特别多 其实他真的要跟JD Vance去争 JD Vance 应该会争得很好的 而卡马拉虽然不见得 必须完全靠南领白人女性 才拿到这三个州 但赢得极力去争取 民主党的民调专家 雷克 Sylinder Lick 表示 南领白人女性 真是受救了Trump 是不是这样呢 I don't think so 又对不选Trump感到不安 因为他真是认为Trump的执政时候 经济比较好 至于卡马拉 这位Sylinder Lick 就说 南领白人女性 乐见卡马拉团结众人 喜欢他的empathy 但又觉得 他的同理心 但又觉得 这个卡马拉的了解 对他不够多 这些矛盾念头混合在一起 即使得 南领白人女性感到痛苦 对于怎样的选择 没有安全感 有很多人都会不断 为卡马拉去发言 那我会觉得 这些说法 当然也都开辟一个新的战场 新的战场去做竞逐 另一方面 大家知道 对于2020年 有没有这个选举舞弊 很多人都抓住凡事 比如说 卡马拉的拍档 华兹 也都在 十二一号的竞选论坛里面 抓住JD Vance JD Vance当时 是没有确切的回答 OK 当时也都是没有确切的回答 他就说自己关注的未来 然后 即场被Walls说 这个可惡的不回答 即是没有问 究竟你没有回答 当时你认为 这个选举是否武蔽 这个选举就是说 特朗普是输了 这一次就是路透社报道 在回避这个问题 几个礼拜之后 这个万诗仔 当地时间 就是10月16日 在宾夕凡尼欧洲的Williamsport 被问到是否相信特朗普 没有在2020年输了的选举 特朗普终于表达 JD Vance终于表态 他说 对于2020年的选举 我已经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上百万次了 No 我认为2020年一直存在严重问题 因此特朗普输了2020年的选举 这个不是我会说的话 人家主持人问 那特朗普是否输了2020年的选举呢 接着JD Vance说 这个不是我会说的话 换言之 他认为特朗普是没有输 而且这个选举依然存在非常严重的疑问 这个就是很多人心里的一个情 我想大家在看这个节目的 很多留言的朋友 都有同样的一种意见 那他说清心直说 那你说 哎 左派就继续放大他这句话 就是看这个人不诚意宣布结果 破坏民主啊 Dictator啊 走狗啊 专制啊 又是做那些东西 法西斯啊 纳粹啊 希特拉啊 希特拉啊 希特拉的打手啊 龙美尔啊 戈培尔啊 人家在那里讲 所以这些左家的脑子都塞了 他们想的就是这样的标签 就是讨厌你不断贴标签给你 就是这些很不知所谓的一件事 那我觉得 GD Vance说得对 有勇气说出来 是一件好事 绝对不是一件坏事 啊 坏事的是做坏事的人 不关GD Vance 那当然啦 继继续问一下这个Karmelan Harris 会不会保护台湾啊 哎 我们都是说回那番说话的 他上飞机之前 撥头发 然后呢 记者问他 这个台湾有权自我防卫的 我们会继续呢 遵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协助台湾自我防卫 那些什么 又是答那些千篇一类的说法 即是他那些文字 背好那些鸡精就爆 即是基本上你问的问题呢 一定回答同样答案给他听的 但这些这样的说法很傻 我再说到时特朗普没有答是否Defend 台湾 Harris也都没有答是否Defend 台湾 但他们两个没有答是有本质不一样的 Harris站在叫做管控论 即是说呢 Manage China Dialog 战略模糊 既竞争又合作 设置互难 互相对话 既身格主义 管控分歧 基本上上下其手 下面赚钱 上面跟你去fight fight fight 基本上这个就是呢 一直以来外交系统的做法 Diplomacy 另一个系统呢 我们叫Win China 就是Manage China 就是当China是一个柴狼狮子野兽 这个地方就先Deter 阻撼 再Defend 抗战 第三就是Defat 打败 基本上消灭共产党 但你不能跳到第三个step 你要由一二三逐步增强 那你如果Deter 的时候呢 你Deter 的时候 就是你阻撼的时候 你可以说 如果你炸台湾 我就会炸北京 OK 如果你动这些汉毛 我一定加你关税 这个阻撼 接着呢 布置很多的铁窮系统 很多的飞带在台湾 这个阻撼 什么是Defend 但是呢 当中国共产党真的费军打台湾的时候 协防台湾 派军队和它接战 确保到台湾不会再受侵击 这个叫Defend 什么叫Defat 打北京 杀猪头 这个灭共 Defat 那你在每一个行动之前 你不会跟大家说我下一步什么行动 但我其实心底里面的部署 Deter Defend Defend and Defeat 行不行 3D 但他不会跟你说的 所以特朗普就说 这个stupid的人 才会跟你说我是否协防台湾 因为我一旦说协防台湾 那台湾还会付钱吗 你会说我会协防台湾 喂 GDP 10% 谁给我 是吗 台湾继续 freerider 搭便车 不增加国防预算 不搞国防民防心防 我怎行 所以美国一定要搞清楚 他不会说的 我要 就是说 你要特朗普说这东西 他会说增加deterrence 增加阻撼 但是昨刻已经想好链 要做这东西 当主持人问了Hairis 我记得上次的节目 Fox说 你 是不是仍然 人家问到你 谁是美国的头号的威胁国家 大家都以为你说China 你是不是觉得有其他国家呢 Hairis仍然回答Iran 因为Iran 即是伊朗 是最大的威胁 又说过去 怎样 这个主持人支持他 你又不回答China 你又不回答Russia 你说Iran 即是你说 谁是香港的歌王呢 说来过去 你又不是说Mirror 又不是说陈奕迅 你又不是说陈奕迅 你又是说尹光 你会这样回答我 我怎么回答你呢 这个就是Hairis的想法 这个就是卡玛拉的想法 这个我觉得是莫名其妙的一件事 当然他的答法是千篇一律 毫无生意的 当然在Trump来说 叫台湾交GDP10% 我觉得是对的 同时 15号秀专访他都说了 南韩是一个money machine 如果Trump入主白宫 将会要求南韩 每年为驻韩美军支付100亿美金 10 billion美金 这个说话在韩国引起震撼的 他接受John McEvoy的访问 就说过 如果现在我再任 他们会支付我们每年100亿美金 10 billion的美金 你知道吗 他们将会很高兴地这样做 韩国是一部提款机 是money machine 是我们美国提款机 我们要他给就给 你要驻韩 你要我驻军 可以给钱 100亿美金 哇不得了 彭博报导说 不到两个星期之前 美国和南韩才达成为期五年的驻韩美军 经费分担协议 根据这个协议 2026年的南韩的经费 将会提高到11.3亿美金 较今年成长8.3% 而这个Trump的要价是11.3乘9倍 就是你要将现在的数目呢 2026年的数目成了9 才是韩国要给的钱 那当然啦 说完之后是不是会做呢 当然是另一件事 但意思就是说 给多些 你要我帮你嘛 给多些 这个就是Trump的想法 韩国朝鲜日报报道 越来越多人担心 如果Trump重返执政 美国就这个议题重启谈判 恐怕会成为现实 而Trump受访时还说 我们保护南韩免受 北韩核武器威胁 但他们根本不给钱 说真的啦 你给的区区13.3亿美金 算不算太少了一些呢 我举个例子 比如台湾 2025年的国防经费 是6470亿美金 6470亿美金 那如果你除了30 就大概呢 除了30的话呢 是200亿美金上下了 我深算一下了 200亿美金上下了 远远高于Trump要求 南韩给每年100亿美金的数 是我们国防预算 当然有买武器各方面的东西 我们都给这样的数目 我们远远高于南韩给的数目 你想一想 南韩你说自己很惨 你是不是真的那么惨呢 对不对 虽然我们是要提高四倍 南韩是要提高九倍 第一个九倍是很低的benchmark 往上飘的 OK 我们呢其实是高一点的benchmark 所以就飘四倍 南韩要飘九倍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OK 如果你说Trump就说呢 他在任时呢 要求韩国每年支付50亿美金 5 billion的防卫分担经费 但韩国表达为难 因此他先让韩国支付20亿 2 billion 第二年试图提高到50亿 但2021年上台的拜登政府呢 推翻了协议不用给了 韩国很开心 他说这个shameful 而韩国的朝鲜日报说呢 特朗普在4号播出的Vox News的访问中表示呢 我们由朝鲜战争中拯救了韩国 在次后的几十年里面保护了韩国 但我们对这东西没有收取任何东西 现在是时候停止这种行为了 韩国原计划支付几十亿美金 但次后呢 拜登推翻了这件事 韩国一分钱都没有出过 他7月表示呢 台湾抢走了我们100%的晶片工作 他们应该支付我们的防御费用 这个就是说呢 特朗普要保护他美国利益 要这样做 所以究竟这些可以用钱 用钱解决到的问题 用合约 用这个条约 解决到的问题 就不是真正的问题了 傻瓜 他肯定要保护你 本身就是一个大批 他不见你保护新加坡 不见你保护马达加斯加 不见你保护古巴 不见你保护北韩 他连批准都不会出了 所以就是说一帮移美论的今天很笨 所以千万不要错失这个机会 和美国的合作 由因为变成这个契约合约 这点是重要的 那当然了 大家知道在我们说过 Georgia已经开始提前投票了 在15号第一天 投票人数结束的时候 三十二万八千人 OK 如果你问 在四年前的数字 就是远远低于这个数 我记得是一半都没有 即是十三万七千人 这样上下 现在是三十二万八千人 是破了纪录的 Georgia的州务卿办公室营运长 Gate Sterling 就说 引用州政府选举数据追踪网站 同日晚间近十点钟的统计 提前投票首日 和获接受的不在职投票破纪录 我们目前为止 已经超过三十二万八千人投票 这个数据打破了当时十三万六千人的纪录 即是四年前十三万六千人的纪录 而这个超过三十万人投票的时候 已经比上一次纪录高出了一百二十三个百分比 可以这么说 由于 双方大家是对立紧要 大家选民提前投票的情况很踊跃 而我相信双方的候选人在鼓励大家提前投票 所以推出史无前例高的一种提前投票的比例 而大家知道卡玛拉也找了一些共和党的一些建制派的成员在那里坐阵 找成一百名共和党党人站台 包括前众议员Adam Kissinger 他曾经调查美国国会山庄暴动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之一 基本上是这些共和党的伴长 就是以前小布殊 或者一些 麦康奴这班人 就是共和党建制派的人所做的结果 其实对于选情来说没有重大的影响 卡玛拉依然是吹嘘 他自己可以在这个 就是这个 犹太族群 拿出三分之二的票 因为犹太有一大部分的人是不妥套奈塔利亚户的 所以Trump stand with Netanyahu 这个地方也会使得很多犹太人跟Trump有反够 但是怎么说也好 我们讲全民的投票 做了任何的分析 无论黑呀什么白呀什么做分析 不如做一个基本的民意调查 做profiling 根本就会告诉你们 所有这些东西不重要 开票的时候大家都会知道 不断用不同的种族性别来挑动矛盾 又说我要帮你这个族群 我要特意争取你这班人投我的票 这些全部都是搞阶级 斗争、延伸开外的种族、性别、环保主义的斗争 这些就是由旧马克思主义 演化成为新型马克思主义 也都现在西方方左派的重点 就是这个延续 看到西门波威、Michelle Foucault 一路去到最近的一大堆左派的人 Noam Chomsky等等的人 不断吹嘘的这些东西 形成了在很多大学里教的左派的教育独数 希望大家都明白 在节目结束之前 我已经整个钟了 希望大家知道有几本书 新书大家可以买 如果在美国大家都可以入博客来 台湾的网站 可以在美国拿货 比如这本书就是我的一位朋友 余杰写的书 特朗普就叫做《拯救美国》 我觉得是简单的书 深入浅出回答几个问题 让大家明白到究竟这个左派是多么刺烈 比如川普选犯思维副首 向反民主的全球化宣战 川普主义是一种普世价值 如果没有边境没有收场 美国会重蹈罗马衰亡的覆车吗 为什么川普支持涌枪权 美国疫情失控了吗 川普防疫不力吗 你见过的媒体上的那个人 真的是川普吗 川普任来哈马斯为何不敢轻举妄动 每一个公民应该不应当被遗弃 川普重复口解救美国人质等等 每一个都有一个专章去说 其实我只是举一些例子 大家可以看 另一本书就是我举一个很认识的前辈 也有一个论判 余忠基将军翻译的这本书 叫《渗透中国》 他是翻译Cary Geschenek Geschenek 很出色的外交专家 他写的这本书 叫做《Political warfare》 如果有英文可以看英文 叫做《政治战争、政治作战》 《揭开中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隐形攻势》 中文名叫《中国渗透》 这个大家可以买 还有两年前出版的这本书 这本书是讲得比较有历史重心 如果大家可以 more to read的话 叫做《美国阻祸与自由危机》 是余杰写的作品 中文的出版界就是这些 如果大家要了解共产党的 当然可以看George Cannon 讲《长电报》 《苏维埃行为的起源》 或者所谓的 《组织想要政治作战》的 这个冒起等等的文章 这些这样的文章 19464748 这些基本的文章 希望大家有机会看完 譬如中间那篇 第二篇 讲到《苏维埃行为的起源》 就叫《X文章》 《Xarticle》 是很有趣的 你只要去看看这些文章 你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 而今天这帮西方左派 这帮的民主党人士 是怎么越来越靠近 共产主义的边缘 以前呢 就算 你说的是克林顿时期 就算再早点 去到这个所谓的 甘乃迪时期 都不会这样的 卡特时期都不会这样的 但你今时今日 为什么去到奥巴马 拜登 卡里斯 变成这样的情况呢 整个教育 整个媒体 完全淪陷 这个 美国 马克思主义的兴起 什么是美国 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呢 就是靠近 共产主义的正刚刚令 我昨天说过一些 对于黑非裔的男人 就是男性黑人的 特别的处理 是很得人惊的 今天我和你们大家说的一些 就是说对于女性的 或者对于一些 叫欲中的人士 被你变性的选择 这些东西 很得人惊的 这些这样的做法 是左派的毒瘤 希望大家要 讲清楚说明白 好了 时间有限 今天我讲很多了 希望下次都不用做那么长的时间 我们就明天再见